黃絲詠 大家好,我是黃絲詠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笛子和燒 很多人會問我一個問題 究竟笛子是打橫吹還是動燒才是打橫吹呢?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現在手頭上這支是笛子 它叫竹笛,是竹造的 它是打橫吹的 而我們動燒是這樣的 動燒是打直吹 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笛子的音色會清脆和響亮 而動燒是柔和和沉實 我們兩個的樂器 其實分別是否很大 第一,兩個都是吹管樂器 而且兩個都是竹造的樂器 我們有什麼好呢? 攜帶方便,相對輕巧 其實你經常會去郊遊 都可以拿著自己的樂器 四周圍,邊走邊奏 我們現在就先聽一下笛子的音色 這就是笛子的聲音 我現在就試試試看 動燒的音色 你會聽得出兩個音色分別 它真的會響一點 而它就會沉實和柔和一點 我們一般的吹管樂器 通常都會是由吹笛子學習的 因為兩個吹管 你看到這個叫吹孔 你看到圓形的洞 它會相對小一點 但凍燒的口是幾大呢? 就是這麼大 兩者之別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般初學 都會由笛子開始 兩款的吹管樂器有什麼好呢? 就是我們首先 第一件事學懂的 就是我們的耐性 因為我們要不斷去嘗試 才可以吹響樂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學懂放鬆自己 因為我們吹管樂器 第一件事就是要學懂 如何運氣 我們要運氣的就是先深呼吸 放鬆全個人 然後才可以在單田裡提氣 再吹出來 所以我們的一口氣 就可以平穩地吹出來 吹笛子或燒 都一定會 有助這個血氣運行 因為你懂得呼吸的方式 你面色也會好些 甚至有養顏的作用 那我今天的介紹 就先到這裡 那我呢 以下的時間 就示範一下不同的樂曲給大家聽 到時候 到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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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